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最近在动荡之城总能遇到一些稀奇古怪有趣的事情 之前小强拆架看到好几个拆架的在别人的鱼潭钓鱼 真不明白这些人是杂想的 难不成想把别人的鱼都给钓光 还有一些更党大的直接就去市中心里疲劳 小强记得有一次别人的影帝拍大合照 有个拆架的直接就抽过去了 小强看着也是服气 又佩服这些调皮党大的人 这还不算什么 今天小强在动荡之城也是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 如果小伙伴们想知道的话记得把视频看下去哦 小强也是连续两次匹配到同一个营地 本来是打算回家去的 让没想到有人失掉我了 你们看这王家还给小强通风报信 把他们营地的计划提前泄留了小强了 这就有点意思了 居然还要求小强刷他奖 哇塞 什么头 什么怨啊 同一个营地居然有这么大的矛盾 这孩子也是一吐苦水 劈滴啪啪啪了做了一大堆 总监起来是这样的 他觉得他已经有很恶心 居然让同居帮忙带倒三个月 他看着不爽所以想借小强的手来惩罚一下他 哎哟我去这是眼公平均啊 这么唏嘘的嘛 其实小强提了带倒三个月是有点不大啊 但如果别人愿意的话那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最主要的是这好像和他扯不上边吧 除非他俩都是女的 同时为一个男孩争锋出处 这样的话就全解释通了 嘿嘿 既然被小强撞上了 那肯定得好好把管一下啦 这妹子也是带小强来踩那个人的家 但他家处在庄园修复器 小强是踩不了了 其实他开门也不好使呀 里面的柜子小强完全破坏不了 这妹子也是够皮 猜不到他家就想吓吓他 也行 小强就配合一下吧 果然女孩子的嫉妒心是很可怕的 表面上大家好和气气的 被地理居然亡套路 如果是小强不小心被人惦记的话 被卖了都不知道呢 真是欺死低控呀 他也是和小强说 希望让小强当作没看见他 看来他是不想让那个女人知道这件事情 打算隐瞒下来继续他们女人的斗争了 复杂太复杂了 小强一年的脑细胞都被用光了 这妹子也是带小强来猜他家 让他做帮他的回报 那行吧 我们猜完外面的位置就离开 毕竟他也是好意总得意思意思的嘛 不过他家的物质还真是一帮帮 没什么好东西呀 现在猜完了 那我们就回家去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先在这里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